山海T2 截图旅行者的插混版本 前不久刚公布了预售价 184,900起 它贵吗 开了一天之后我似乎找到答案了 它真的太 好看又清明的方盒子谁不爱 所以截图旅行者卖得很好 不过旅行者只有燃油版 是那种非常原始的越野公式 但是我们大部分把工人的主场 是两点一线的上下班通勤城市道路 于是吧 更适合城市宝宝体制的旅行者插混版 也就是这台山海T2终于来了 它的定位非常清晰 那就是旅行越野插混SUV 要素全拉满了 山海T2 它在这个月初已经正式的开启预售了 价格就是184,900到216,900 正式的上市时间预计也就会在这两周之内 先来解答关于这台车 炒的最凶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山海T2它贵吗 说它贵的人其实也是能给出充分旅游的 它的燃油版也就是截图旅行者 指导价是139,900起 至于它同类型的对手 也就是哈佛猛龙 指导价是165,800 这么看来的话 它比燃油版高出了4万多 比它的同类型对手贵了将近有2万 怎么受伤的还是我们城市宝宝啊 不过认真分析一下 没准它还能扳回一局 首先就是184,900 目前还只是一个预售价 正式的价格据说厂家会铁了心给大家一个惊喜 大家可以大胆的去猜一猜最终它的起步价能不能干到17万左右 第二个就是目前厂家也是给出了各种礼包的 最猛的有2000定金抵1万购车款 还有各种送流量和充电桩等等福利 加起来肯定也有个1万以上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这台车的电池配置 入门车型就装备26.7度电池中高配直接上43.24 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电池 纯电续航208公里 短途上下班通勤的话一周一充都OK了 哈佛猛龙那边纯电最长续航版本 也就是跟这边入门版本差不多100多公里 纯电续航里程长 当然爽 但代价可是要堆电池 成本自然也上去了 这个就看看厂家后面会不会推小容量电池版本 把入门价格拉下来卷一卷 车型配置方面 目前公布预售价的总共是出来三款车型 但是最终上市不排除会有更多的车型出来 但是最终不管出来几款车型 纯电续航里程版本是定了下来的 总共是有两款 中低配车型电池小一点 那么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129公里 高配车型装备大电池的 纯电续航里程有208公里 至于四驱方面 目前三款车型都是两驱的 四驱车型根据小道消息最终还是会上的 但是要再稍晚一点 外观方面 山海T2整体设计和旅行者一样 这点毫无意外 因为旅行者已经把各种硬核方核子元素拉满 躺阴就是了 有一个细节要提一下的 就是这台车它的离地间隙 被看到底盘这里有一块电池突出来 因此山海T2的离地间隙会比旅行者差一些 官方公布的离地间隙数据是205毫米 其他的就不了了 这里把山海T2的尺寸等等数据再打在屏幕上 不了解的网友们可以对它有个快速的初步印象 好旅行者相比带电的山海T2它更具有城市人的优势 那就是它会带来一些更好玩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对外放电量功能 它的功率达到6.6千瓦 大家都说用电没有灵魂 可是它真的足够香 看见这么多的电器了吗 它支持的6.6千瓦 这些电器全都能带动 那么出来玩自然会增添更多的乐趣 第二个就是开这台车板 因为它的电池足够大 那么停车挡后开空调终于没有负担了 这些更夸张 24小时驻车空调开一天都没问题 当然了优势肯定不止这两个小亮点 剩下的就要开起来细细说了 其实想想都能知道山海T2它的整体的动力输出质感 肯定是要比旅行者更好的 旅行者相对来说就显得更糙了 山海T2它在公路上 特别是在走走停停的那种城市路况里 它的整体的动力体验感会更棒一些 更何况它是能上绿牌的 所以开头我就说了 山海T2它的整体定位更偏城市一点 在这块的话 它简直就是横行无际 细说一下动力感受 我们这台山海T2它是匹配1.5TD DHE加三档DHD变速箱 是的 它整个变速机构是三档的超级电魂专用变速箱 那么系统综合输出最大功率是280千瓦 最大扭矩有610牛米 那么官方公布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是7.5秒 数据还是挺不错的 实际的提速表现也能给人足够的信心 爆发力很充足 电机主导的动力输出就不用多说了 肯定是爽快又直接 加速踏板的调校也挺好适应的 起步比较舒服 发动机介入工作之后 整个动力输出的质感并没有大变压 整体来一言这一车它的动力输出的平顺性方面 真的没啥可挑剔的 另外这一车的仪表盘 它显示的信息还是挺丰富的 像常规的动力流 然后驱动电机发电机发动机的各种转速 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电量渲氧里程它也有两个标准 WLTC和CLTC给你切换着去看 唯一有一点不是很满意的 就是这台车它没有小纪律程 如果能把这点加上的话 那就完美了 山海T2另一个杀伤意大的卖点 就是它的油耗表现 官方公布的数据 这台车满油满电 它是能跑1300公里以上的 然后亏电油耗是6.4升每百公里 它才是真正的说走就走的旅行者 今天我是没有机会一直开下去 去自探一下它真正的一个 试行表现能力如何 但是厂家正在给这台车办一个油耗的挑战赛 它的路线就是沿着318国道一起走 那么好几站下来 很大部分的媒体 满油满电跑下来都能超过1300公里以上 那么这就让我很期待 这台车来到编辑部之后 在我们的支援实测的标准下 它的一个实际油耗成绩会是如何呢 底盘表现 既然山海T2的主场更偏城市一点 那么我就先从城市道路 这部分的感受开始了解 现在我是行驶在城市快速路的这种连续不断的起伏路面上 那么这时候我能感觉到车身动作不够收敛 整个拉伸的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它好处在哪里呢 它的整个滤震动作的处理 我觉得可以用干净来形容 特别是面对一些大的坑挖起伏 它车身整个过去的时候非常的干脆利落 完全和松散没有关系 但是一些小的颠簸的话 它保留的一些信息就有点太多了 那么舒适性方面呢 它并不是很占优势 这些悬架的回弹动作 阻尼以及支撑性这些的设定 我觉得这一车它跟旅行者还是一样的 整体的风味还是先越野一些 所以走在那些稍微比较多坑挖的烂路里面 你会觉得它这样晃晃悠悠的悬架表现 其实还挺能给人信心的 当然对于这一车来说 越野部分是不太可能给它上难度的 一是因为它是两驱 二轮胎方面配置在加通轮胎 在越野表现方面也不是说特别给力 山海T2能不能延续截图旅行者的爆款之路 其实最后就看两个悬念 一就是它的真实油耗水平表现怎么样 第二就是最终定价 第一个有点难猜 但是第二个定价方便 大家可以思路打开随便聊聊 你们怎么看评论区里见 你们怎么看评论区里有点难度的 有点难度的